学IT 拿高兴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视听 上堂课我们讲解了标签屏图的服务程 本堂课我们来讲解标签屏图的表现成开发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页面 在页面中所请求的后端地址我们已经看到 那么同时它所需要返回的数据的格式 我们也已经看到 记住在第二个格式中 C列中这里有个中号0 这里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这里因为C列我们跟的是中号表示是数字 所以说数字中的第一项中的data 所以这点是要区别的 那么我们来开发后台的接口地址 我们想因为Jeson的形式 就是整体Response body来编写一下接口的地址 我们来去做开发 我们就叫找点图 我们这里直接调用服务程的能力 我们服务程的能力 就是这个 我们新加的最后一个piredate 那么在那我们的表现成的开发 那么就已经可以了 下面我们整体来做一个测试 看是否成功 那么启动一下服务 启动成功之后 那我们还是从登录开始 好 点击一下沉路 那我们找到标签丙图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基于丙图实现就已经成功了 那我们在丙图中的标签和点击量 我们来看看 那基于电动的点击量 它占800 百分之四十二 八百 百分之四十二 来我们基于投资报告的点击量 五百 达百分之二十六 去SPU的点击量是六百 达百分之三十一 那这样呢 我们就基于 百度的Echats标签的扁图 就已经开发